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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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写道 第一时间看到郑杰家人 对媒体回应 只说一家人都被儿子毁了 就算要赔也赔不完 让他感觉郑杰的父母 只爱金钱和名声 试图推卸责任 根本不爱儿子 甚至写道 父母的所作所为 是影响孩子的完全关键 孩子怎么成长 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父母 按批郑家人对郑杰不够关心 文章一出 网友称赞写得太好 但作家李宗不认同 太觉得要去怪罪那个可怜的爸爸妈妈 因为没有父母亲要养这种 会杀 而且杀得这么残忍的这样的 那书面的道歉难道就表示诚意不足吗 你看那些出来 每天出来乱道歉的政客 鞠躬鞠了90度 可是你看到他的诚意吗 没有嘛 回应又盛 李昂认为社会对家属应该多些包容 毕竟这一幕幕 看在郑家人眼中 又何尝不心痛 这礼拜不太平静 玉山 这礼拜除了也是社会新闻事件 是一件接一件 每天又让我忙碌得不得了 现在520这一天 你知道这个纸板 这样刚好 声音打也不会痛 但如你真的用力打 也是会正的 就是有游民 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万华这边拿这种纸板这样 追着小朋友这样一路狂打猛打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没有任何的理由 没有任何的动机 他就是想要找这些欺负这些小孩子 拿纸板这样打 打这个小孩子落晃而逃 逃了100公尺 逃进学校以后才就 好险哦 我刚才感觉他小朋友虽然是纸板 但他觉得自己快要被杀死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今天是录影带的画面 对 这是录影带的画面 游民是拿纸板 你不知道下次会拿什么 对啊 对不对 那这纸板也许是路边随便剪的 他要是路边随便剪的是 是木棍 是铝棍怎么办 小朋友不活 会被他打死在街头吗 然后结果隔了一天 好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让我们非常心痛的 捷运杀人事件 正捷 那他是一个出生的家庭 算是也还OK 家境小康 那父母亲对他也非常的栽培 你知道吗 他家住板桥 但他是哪里读书的 读国语时小 读红道国中 这两个地方的学校 里面的小朋友 几乎有80%到90%都是外线市 过去那边从小进户籍的 代表什么 代表父母亲对他从小的期望就相当的高 是准备好好要栽培他的 可是他最后却是犯下这种四人惨死的血案 没有平静的事情 这个社会真的是非常不平静 一直到星期六 又发生命案了 这是什么 而且也同样的是 大学生 东吴大学大学生休学了 他觉得说 我的学姐以前跟我若有事 我现在去澳门工作了 我好像被打死了 没错 跑去人家家里面 砍了人家老爸三刀 把人家老爸活活砍死 所以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了 特别是现在情侧 这莫名其妙的状况这么多 其中这个捷运砍人事件呢 这个高医师 因你这个法医的专业 我是觉得说 有学习跟模仿的效果 然后社会的谴责又不够力 所以谴责的打扰 现在不是有一种声音叫 我们不能谴责 要关怀跟爱跟尊重 我是觉得 对啦 我们当然要谴责关怀 谴责关怀 谴责关怀 专业关怀 但是他也是要谴责 我是想讲说 你属于硬派的就对了 不对就是要骂 对 我对学生也是这样 你好的我一定要跟你保讲 但是你不好 我一定要好好跟你讲 讲到底为止 我觉得东海大海这次 东海大海这次就是有一点不对 就是说 既然人家有来通报 那已经找他来讲 他说 我这小说里面的内容而已 你敢不敢说 你现在这么惨什么意思吗 假问一句怎么办 真的 还怎么办 对吗 你不是说 我现在这小说里面 这样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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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样也对 杰丽甘这种杀人犯交手多年的经验 你敢说 人来刷小说刷到这种状态了 不 一般 别人还有人在怂恿 你敢说 你敢有人在怂恿 谁就这样说 我说要谴责 但是别人 旁边的人说 你不会去骗了 你不会去骗了 不会吧 真的 有人很喜欢加油天处 你也看我们笑的很多这种 喜欢看戏 台湾人就是好奇嘛 所以喜欢开心 你看我们每次一到现场的时候 以前没有相亲战这么好 都要烘熟 以前不烘熟的时候 你到现场简直是在市场 嗯 乱闹 那全都是一顿人 那当我们一个团子 里面好像有30个团 那边也没关系 你知道吗 看热闹 看热闹而已 那时候家也有一顿人 我去接受你 你耻笑台湾人的人性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 就是说 不是 看着这个顺利 那到底要怎么好 我刚才被问到说 如果我当时也在现场 会怎么办 我说讲 我讲良心话 太近的话我就跟他拼了 招美你啊 眼睛的话我就走了 我为什么要管你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说很奇怪 为什么大家都没利用这个灭火器 最好的东西怎么都没用到 那一喷整个脸都 都淹都弄了 你是说究竟如果看到灭火器的话 我今天做决定也是 每一台都有两台 两个以上的灭火器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用到 可能突如其来 所以这个人 我是觉得说他 我听他讲一句话最好笑 他说他是锻炼身体 是为了杀人 对不对 人家日本有一个文学家 他叫三岛鱼技夫 他为了社会拨乱反正 然后为了要让这个社会 要更正常一点 他去锻炼身体做什么 他是要自杀 然后他真的去自杀 而且他自杀的很有趣 所以我说 我说为什么你要杀人 你自己不吃一刀看看 自己体会一下那种痛苦 体会的感觉 是不是 会看难过 你如果难过 你会这样不让台 那也是难过 你就是没有统理心才会这样 对 你就是没有统理心 你会像人 白人是基基人 你才是人 人 别人都是母猴 你才是人 才要今天造成这个问题 是 旁边的人 他慫恿所以他才提早 他不是说我提前 我要提前 他本来一直在比较厚 后面一点才要杀人 朋友一直跟他想 你没见面 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一般来说 对 但是我们一般同学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在大学教师的时候 我的同学都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好好管教的时候 他一般都是从有 嗯 他就故意消遣你 你觉得这种不定时炸弹 看得出来吗 一般都 在班上都一定会知道 班上看得出来 你都知道 所以板橋高中的同学才特定 只是说有的时候 学校或老师 不想去追究 嗯 就像我教师的时候 学生也会批评我 嗯 我说我要追究你 到底为什么要批评我 学校都故意说 这个没有办法找到这个人 嗯 其实这个学校 就是最烂的管理法 嗯 你要找到原因在哪里 我不是要责骂你 我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是有什么 所谓的不对 我们就好想来讨论 我常常跟大学 我们两个是平起平坐 所以你是不是问到人家 不敢批评你了 批评你了 不会啦 一直被骚扰 一直被问 怎么又回事 因为高医师会谴责关怀 不定时大乱怎么发现 这个 我要先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以前 发生了任何这样的模式的话 就算即便有人要 心里面觉得说 好像他讲的是对的 可是你 顶多顶多是在躲在自己家里面 这样想而已 这一次没想到 在送往台北看守所 去以后 隔天立刻有个19岁的青年 不是就敢去那边 改编毁吗 对吧 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为什么呢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个现象表示 但是竟然有人 可能有跟他一样的遭遇 或者是说 认同他的行为 对不对 这非常糟糕 那这样的人不是说 我们就必须谴责他 而是要关怀他 因为后来发现这个 等于说年轻人 他后来自己本身 父母亲离异了以后 也有一个蛮坎坷的家庭的 等于说 整个环境 那现在本来说是 社会局安治 现在所知道的不是 是说由家人送到 相关的医疗场所 可能有一些问题 那需要等于说 我们必须要关怀 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包括我们的亲人跟朋友 比如说第一个去探视正节的 这个年纪 就是说去问他说 要怎么样做大旦 可以杀那么多人 他做得那么顺利那一位 就是第一世界是要了解 有说怎么会这样想 对没有错 原来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 离婚各自嫁娶之后 对没错 他的生父 跟他的继母 没有办法跟他相处 对 当着他的面搬家 对没有错 那这样会造成 他的孩子很大的阴影 就是说好像 人都歪敌我 被遗弃了 你知道吗 那他一定有问题 他一定心里有问题 我们宁可把他相信 他是生病了 所以才会去问这个正节 说你要怎么杀人 我要怎么做炸弹 才能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警讯 没错 这个警讯我们反而应该 用这个关系 他会这样想 就危险了 我们不能让他这样做 想办法要救他 所以包括社会局社工 我要赶快辅导 让他不要变成第二个正节 那我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要提醒各位 在台湾地区所发生的 所谓日本所说 像秋月一样 无差别杀人事件 比较少 比较少 因为国情不同 然后呢 可是啊 在台湾发生 随机杀人的情况 蛮多的 你知道吗 不是你们所知道的 那些人这样而已 没有 才能按照这个 随机杀人同雄 当然我们不要把 精神病患给污名化 虽然有 但是没有那么多 通常都跟一个行为有关系 吸毒或吸强力消 有关系 产生妄听妄绝 那种想法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啊 有一件案子 我告诉各位 有一件案子是啊 有一个富人 黄姓富人在 新北市的三重区 都在在走走走走 突然跟对面 穿 穿一只杂宝 抓一只剁骨刀 什么叫做剁骨刀 真是可以把骨头剁掉 剁骨刀 穿过来 为了他的身体 就让他剁骨刀 你要是你会怎么样 你会吓死啊 对不对 我怕你路过来 没有台帽子一只的女儿 穿过来 拿着就把他剁骨刀 先剁骨刀 然后剁骨刀 这些膝盖就对了 后来受伤 吓了一大跳 那旁边人尖叫 受伤的伤者 也赶快跑啊 有他男朋友 就协助了 那警察也来 把他给他逮捕了 逮捕了以后呢 这个叫做邱志明的男子 被逮捕了以后 重点不是他犯这件案子 重点是他 十五年以前啊 因为跟我们西墙一交 就在路上走走走走 一样在三重的时候呢 突然间 一个王姓女大学生 跟她的同学 两个人要去洗牙漆 他把我们押了一刀 他后边的背部 他把他押了一刀 一刀 十几公分 这个女大学生 哀叫了以后呢 他跑掉了 那女小姐的送医 死了 后来破案 抓到 十五年前 我为什么要跟各位 讲这个案例啊 现在很多人 都会劝被害人的家属 你就放下 这个很多人就说 凶险啊 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已 家庭有问题 学校有问题 整个社会都有问题 所以我们不要只怪他 结果搞了半天 大家都有问题 的结果就是 没有人要负责任 对 大家都没这个啊 就因为大家都有问题嘛 为什么这样讲呢 很多人就劝这个 王妈妈要放下 为什么 他就把你们女儿子抬起 人死不能复生啊 然后呢 因为这个凶贤 秋贤呢 她的妈妈去世 爸爸七十几岁了 然后这些朋友 又很多的信教的人 就说 你要放下 学会放下 给她一个机会 你知道吗 连法官都当庭在法庭上 问 王妈妈 你希望嫌犯 这个秋信嫌犯要判 死刑 还是无期徒刑 这个王妈妈很伟大 她想一想 她是因为吸食强力交嘛 然后大家让大家都这样讲 给她一个机会 所以王妈妈说 如果这样的话呢 能不能判她无期徒刑 但是前提是 不能让她出来害人 法官说 好 我判她无期徒刑 绝对不会让她假释 结果这个嫌犯 就是因为假释出来 再杀人了 你知道吗 所以王妈妈 她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她非常不能接受 她说 法官答应我的事呢 对对对 然后 法律不能只保障 坏人的人权 你知道吗 当年我 因为我自己的孩子被杀 我给她一个机会 法官也答应我了 台湾的司法 不能只保障坏人 结果呢 你黄牛 事实上 法官也没有黄牛 为什么 因为法官根本不能决定 她不能假释 是 因为那是法务部的权责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人 她出于假释以后呢 结果呢 在她所有的社区里面 给你乱 给你掀东西 给你打人 给你冲箱 所有的社区 拿她没有办法 最后的结果是 她又吸食着强力交 又拿了刀子 又去外面砍人 又杀人 请问你这样的人 还能够让她 有再度假释的机会吗 明明就是不定时炸弹 在社区里面 人人自危 但是她是抓她没法 抓她没法 而且她在那边 卵规报的时候 没有跟假释官讲 所以保护人 假释官都不知道 这样的一个状况 没有办法预警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看 俊杰之外还有第二个特征 这个特征是什么 她有预告杀人 对 其实预告杀人的案子 不只一件 这一起 其实也充满了 预告杀人 笔记的手法 其实我觉得这一起案例 跟俊杰有部分 雷同相似的地方 就是第一个 她们的家庭 都是相当的完整 并不是说什么 隔代教养 还是老婆老婆 去做什么 不是完整的家庭 第二个 她们在功课上的表现 都算不错 郑杰她读过国防大学 她也现在是读栋海大学 那这一个孩子呢 她是高雄的明星高中 但是她们却对她们 这个整个社会有所不满 郑杰她是写了 电车杀人计划的小说 那这个孩子呢 她是写了密密麻麻的 世青计划 多达四十页 那她的世青计划里面 包括了灭绝计划 还有善后计划 而她也真的去执行了 针对于她的爸爸 妈妈 妹妹是刚好躲过一劫 但是你知道吗 她有告诉警方 如果今天可以的话 我连妹妹都要坐下去 而且我还要先性侵妹妹 这么样一个 你觉得说 怎么会像你真心的 你老爸老母都怼 你又说这种话 我们来看看她的家庭关系 是不是亲子关系 出现了怎么样的一个裂痕 其实爸爸妈妈对她相当的有期望 这个警察说打开门 就看到那个 妈妈给她写的那个标语贴在墙上 就说那个人不要为自己找借口 这样子不会前进 那感觉好像家人的鼓励很正面 对不对 除虎妈系列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算是还蛮励志的标语 在她的耳里面听起来变成什么 妈妈说我的生活方式过得 啰力巴索 那也许是她爸爸跟妈妈 对她的教养太过的严厉 所以导致她今天对父母心中有仇恨 因为她还有提到说 我的爸爸妈妈对我监控得很严 连垃圾桶都要翻 实在是有够变态 还有妈妈曾经对她的讲话 应该其实要更婉转一点 但妈妈为了刺激她鼓励她 就跟她讲 你再这样下去我们不要你了 爸爸还说你这样不太厉害 你这样真的像是一个寄生虫一样 等于这个父母心对她要求是高的 要求是高的 导致她压力是大的 对 但是你对她的要求 她今天达到某些目标的时候 你要不要给她适当的鼓励 而或者是你永远只以虎爸虎妈的方式 不断的用言语来刺激她 甚至是羞辱她 所以这孩子已经 已经整个很扭曲了 她整个人生关系已经有问题的 爸爸杀爸爸最好的也是半夜两点 妈妈是凌晨四点 有做这样的分析 她还去分析杀爸妈的利弊 杀了爸爸妈妈 我日子就会变得很好过 我经济就会很好过 因为我就可以把他们家产全部掏空 但是如果我不杀的话 是我生活不好过 而且她还说 如果我失守被发现的话 没有关系 我要尽情地杀 我就要杀光这全世界的人 我还要杀这妹 我还要来性侵他们 你知道整个脑袋都已经很偏近 你真的想象不到 她是明星高中的学生 而且其实她的爸爸有发现 她有预言嘛 对不对 她这一篇的信 她爸爸有其实有看到她这个 对有 世青计划 这个是爸爸有看到 爸爸看到 心头一颗 但是你要再修补这个 青子裂缝恐怕为十一晚 所以爸爸带着你去看 这个精神科 可是在精神科里面 看起来又好像很正常 又觉得找不出什么毛病 那爸爸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就 继续地关怀你 从那个时候 发现世青计划以后 开始转变 亲子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开始想要来关怀你 可是来不及了 她三个月后 就执行了她的计划 这父母亲也不容易 看到孩子写了这本书 结果还天天跟她过日子 要是我 我睡到半夜 我一定把门关系 所以你只能说 父母亲再怎么样 感染不好 也是自己的顾不留 对 就发生这起事件 再加上现在这个 儿童的犯罪率 年龄层越来越低 而且凶杀的手法 越来越凶残之后 我就觉得说 这孩子的同理心 到哪里去了 然后对于残酷的行为 似乎越来越无感 但是父母亲到底要不要负责任 可是父母亲 其实现在生活也很辛苦 要应付公司的压力 有经济的压力 要照顾孩子 然后爸爸妈妈自己的心情 没人跟你照顾 你照顾孩子的心情 不然孩子出生什么事情 难道你这个爸妈 都不关心我都不爱我 对不对 常姐 是不是心情这样 这样的心情 你也算是过来人 对 其实在大概六年前的时候 我儿子他得了忧郁症 那他在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就医嘛 到处去看医生 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生 那我们觉得说 也有关怀啦 然后他的征兆 我们也多注意了 不过像你的孩子 其实跟刚刚这几个 有一些雷同之处 有一些雷同之处 他们都是念自幽的学校 都是自幽生 然后都有一直换学校 就是跨区就学都有 然后都是算是独身子嘛 然后家庭期望都非常非常高 其实这些方面是雷同的 然后其实 所以你刚开始觉得 你还是很优秀啊 对不对 非常优秀 非常优秀 他在部落格上面 摆了整堂 整堂上 五颜六色 我来是他的药 因为那时候他有点 开始忧郁的问题了 压力太大 忧郁症 然后他因为我们大概 在全台北的那个医生 我们都看片了 他就把油 把整堂上这样 然后摆摆写在五六十科长 他把他拍照 放在他的部落格上面 然后他就说 写了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人生 那可能不认识他朋友 看了觉得说笑一笑 这是在冲事 看不到吧 但是我一看我吓到了 我满身冒冷汗 因为他这其实是一种在示警 其实不是在炫耀 是在示警 他认为说 他说这就是我的人生 他的人生就是一直要吃药 然后那个药啊 一大堆一大堆吃的都不好了 那我就觉得说 哇 这样其实很危险很危险 终于有一天晚上啊 真的不得了了 睡到半夜的时候 突然啊 咚咚咚咚咚 我听到一个声音 因为他吃药嘛 他不吃药完全是不能睡觉的 然后咚咚咚咚 半夜跑到我房间来啊 然后就 我都听到很大的一声 这样哐的这样子 原来他把我阳台 那个窗户这样把它打开来 他突然半夜喔 跑来 然后他说 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快看 看他那个窗外 我心里吓到了 我说窗外什么 我妈 那个窗外喔 风景好漂亮喔 哇 今天晚上 妈那个星星 好大颗好大颗 有没有跳下去你知道吗 他把窗户打开 然后他说窗外很漂亮 星星很大颗 那我知道他就是产生幻觉了 他吃了那个忧郁症的药 有一颗很厉害的那个药 会幻觉 幻觉是外面世界很美丽 比家里的世界要美丽到几百倍 他又要跳下去 你知道吗 那我就说 好好很漂亮 妈妈看到了 妈妈看到了 因为他会跑到我房间来 其实真的是老天有救 他如果在他房间打开 如果这样没有跟我讲 也许也许就不知道 他会跟妈妈讲 我说好 妈妈看到了看到了 把窗户关起来 关起来 好 他慢慢关起来 然后我说回房间 回房间 好 回去房间 然后又乖乖的这样子 就平复下去了 可是后来过没几天 因为那个情绪是起伏的 有一天我觉得他情绪不好 我就带他去街上逛一逛 就是 因为你真的 小孩子真的要付出加倍的关心 那天回来觉得还不错 因为他买了个灯 他好喜欢 然后就心情有好一点 我就说今天还不错 我们这样出去吃饭 我买东西很开心了 他说有 还不错 就睡觉了 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想 怎么不去上学 门都关起来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打开了 我跟他讲 我差点 膝固都弄起 你知道吗 房门打开了 睡床部上的他不是 有个人 扁在床外面 扁在那样 我想说 怎么一回事 手上扁在那样 扁出来 手正好扁在外面 手上面这样 扒刀 扒刀 美工刀片割的 当然他割得浅浅的 他也是在无意识 可能是幻觉 或者是说 那个药的作用之下 他又 他又不开心了 不是心痛的要命吗 对 我靠得要死 然后我就说 快把他包扎 包扎完之后 你也不敢责骂他 就说 你怎么会这样 我们早上不是 还蛮开心的 你是怎样 你又是谁 也不知道 你只能安慰安慰 不可以再打开 好 那其实我就说 小孩子他的一些不开心 其实都是有征兆 像这个 后来这件事 没征兆还是会发生的 所以就是 做父母亲的 你真的是要加倍注意 后来其实 我又发现说 不小心偷看他的那个脸书 脸书可以光明正大看 没关系 他说 像刻意每天去看他 怕说 他会觉得说 我一直在监视他这样 因为他们比较敏感嘛 所以你也怕让他有那种被监视的感觉 对 所以都不小心我逛 逛到他那边 一看 不得了 他怎么写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不是有交友状态嘛 他的交友状态写着说 毫无社交生活可言 生活非常无趣 我怕他就说 因为我把他安排去 有一个地方去打工上班 我觉得很安逸很好 我来在那裡 没有帮的朋友 他在那裡拿到我来 所以我就知道说 他不开心不高兴 他不喜欢那个环境 后来就鼓励他 换 转换之后 他人家改好 所以我就说 有时候真的是你要不小心 去逛到他的部落格 逛到他的脸书 有时候发现一些秘密 是我们平常所忽略到的 是 所以常怡姐是真的很用心 现在孩子 才吃药吗 现在不用了 他后来其实 我们药大概吃了快两年 那是很痛苦 那是那段期间 我帮我讲说 我大概有两三个月 我是不能睡觉的 我想说 我不曉得今天晚上 会发生什么事 很害怕 我不能睡 然后他也是 受到像皮包骨障 因为那个药 不吃不可能 吃了又有幻觉 幻觉 而且像呆着 因为是一种 它是让你整个是迟缓 然后放松 那个傲人 行尸走 很可能很可能 后来一直 一直这样子 大概两年的时间 有一天 他一碗 寬寬包包的 整包 把它淡掉 丢到垃圾桶 我才知道他得救了 自己站起来了 你很高兴 那个时候 真的 长玉姐是在默默的 关心孩子 又不敢给他过度的压力 免得他又产生反弹的心 这样一步一步 大家很痛苦的 两年之后 把自己的孩子救回来 孩子自己把药给丢了 可以了 我不用依赖药了 但我们刚看了 比如说看到这样 40页的试亲笔记 看到孩子 以小说之名 写的是一篇又一篇的 杀人计划 二十郎当岁 十几岁 父母亲如果发现了 到底该怎么办 也不能大惊小怪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 现在有知忧 没有直忧 品质这件事情 出了问题 或者说是 情绪这件事情 出了问题 常常我们在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说前面 很多家长 看到孩子 这个东西的时候 第一时间 非常惊讶 想要 你怎么写这东西啊 大声斥责啊呢 我说做法 刚好颠倒 我说你要投入 那个杀人小说里面去 所以第二步 我们必须要先放下 对错这个东西 来开始跟他讨论 第三步才开始 你知道他的情节 你知道他到底 偏差到什么时候 才知道要不要 到就医的一个程度啊 所以这个东西 一步骤两步骤 在教育上面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建议 希望家长说 第一时间 你如果太惊讶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 同理你的孩子 在想什么 你没有办法切进去的时候 很抱歉 他越离你越远 他只会逃到他的朋友圈里面 逃到他的整个网路 虚拟的世界里面去 然后现在时代不一样 父母亲不能动辄 以老大的姿态去 斥责孩子 是啊 不然倒霉的 还是自己的父母亲 对 尤其是青少年朋友 因为血气方刚 身体里面 快句话说 父母亲不是天生可以做的 当父母还是要学习 这是现在要给大家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不是爸妈像我们以前 全时代的权威就好 对 大家就夹夹夹夹夹夹 不是 今晚父母亲 要有所学习跟成长 学着怎么跟孩子 不能只有一套 因为他们在变化 有人在问我们说 现在孩子发展到 是快还是慢 我说当然快 快很多 快到你都不能控制了 你当你不能控制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切进去的时候 你只好怎么样 多学几招啊 当他情绪上来的时候 我要怎么样应对嘛 所以现在虽然急买坛 老板老板给你一个 拍你的面子 你回家还要看到 小孩子的面子 你还是要喝奶 因为孩子是在生 还是要给你和他来观掌 刚讲到这个父母亲 看到这种 预告杀人 应该怎么处理 那就警察界这边 其实警察应该是非常 常常说到所谓 预告杀人的嘛 例如说 男女朋友要分手,男女朋友就嗆聲的時候 這個女生也有時候會報警對不對? 對,但是我們台灣要申請保護令 除非你們兩個關係很密切 比如說夫妻關係、父母關係還是夫子關係 才有被打過,而且你要有驗傷證明 要被打過才可以申請 沒有被打過,以前說你等下打麻,我就給你一張 對啊,因為你光講我不知道真的是假的 所以不可能給你 而且這個申請保護令的那個 有時候時間比較長一點 在還沒發生血案以前 還沒出來以前,他就已經殺了他了 我們以前就碰到有一個就是這樣 他警告這個女孩子說 你如果跟我分手,我就殺了你 他跟這個女孩子其實 他們兩個是從國中就開始念愛了 一直念愛到高中,然後 因為女孩子比較認真,女孩子比較認真 女孩子比較認真,女孩子比較認真 專科就大家,這些專科沒錯 他男朋友沒考上 結果考了兩次都沒考上 這個女孩子就有點要放棄他了 因為他在大學時代 時間也是有一些男朋友 等於他已經念大鱷了嘛 對嘛 他才不會割掉台下了 對,他懶得就跟他說 你如果敢把我拋棄我 我就殺你錢家 這個女孩子真的怕得要死 因為他的樣子就是很真嘛 就是說我真的要給他抬了 他就真的找他報警 結果警察說,你如果沒有證據 你如果沒有六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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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真的假的 對,他可能是 他是一時的氣化而已嘛 他就想說算了啦 結果只有再經過不到一個禮拜 他進一台家把他父母 還有他,全部都殺光 而且他是先殺父母 先殺父母 先殺父母 再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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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警察 那這個警察 接過報案的警察 他不會覺得很 很難過嗎 不是啦 因為他有時候 你如果說 一天很多事情 有時候我們要忽略掉 是 但是如果真的是 講到這種比較特殊的 其實我們是真的應該去 去關心他才對 尤其這種情殺案 我們在台中 真的每天都有了 很厲害 很奇怪對不對 很奇怪 台中人 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我在台中 我常常碰到 真的真的 很脆弱 南部當然也會 也不一定 因為我不是在南部解剖 我都在台中嘛 沒有,其實比例上來說 華人不會處理感情 華人的情殺 比例是比西方人高的 對,而且情殺都包括財沙 這個最麻煩 為什麼 就是說 你們有感情 但是你們還有緊急結婚 一定出事 是 而且 男的年紀比較大 你的年紀比較小 差很多的時候 也會出事 但是相反 你的年紀很大 男的年紀很小 不會出事